我们来看到五党籍立委高金素梅 跟国民党副秘书长罗志强 他们在高雄合体宣传的 两个人搭上了公投小战车 宣讲沿途公投 两个人重申说他们要全力的拼公投 现在不谈高雄市长的选举 两个人目前是高雄市长 热门的人选之一 但是高金素梅说 他对这一次的公投很有信心 很多人听见的小战车都出来 还按赞 还加油 他们做大型的 像是民进党有这种 公投说明会的时候 跳蜡舞 还有在饭店吃饭 但是国民党他说 我们是在风吹雨打 日晒的坐公投小战车 看见所有商家跟他们 跟着他们一起跑 那么高金素梅还说 他真的有一点想要哭 好感动 但是他说现在还不到哭的时候 要等到真的有500万人走出来 他要大哭一场 因为他认为这是人民的胜利 另外还有就是 台南市议员谢龙介说 台湾确实应该跟美国当朋友 用钱跟美国买破铜烂铁 经历友谊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要用人民的健康来换 这这样子就不行了 绝对不能用莱猪 用人民的健康来换朋友 罗正强也说了 如果四个同意 票都通过的话 他将会从台北步行的方式 一路走到高雄 他要向大家来卸票 另外还有就是 核四的前厂长王伯辉 他也说他是初次登上的舞台开将 他强调说 在核四绝对不是拼装车的 即使封存多年之后 设备还是会像新的一样 所以还是可以使用 我们就来天天谢龙介他怎么说 看来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今天如果没站出来 是我们不对 我们没办法对这些恐惧是谁交代 今天你 你如果点点不出声 人家说好人要求求 拍人的唱秋 现在勇敢打出来 这些不是为我们国家打出来 你知道吗 你说每个人都可以换 没有换 台湾民燃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要跟美国人做朋友 对不对 应该的 要保护台湾 我们也要朋友交给很多 定人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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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不知道啦 大家都不可以换 我们家钱有多多 要买一些拍人股价也没关系 但是 要再用我们的健康去换 这个我们就吞不下了 但是我住那时候 去年八月七八 八月二八开始 它参与了 我就跟美国说 我跟美国说 我们家对今天开始 不要再做豬肉 他跟我说是怎样 他说你身体就很用 没有心臓病 没有万臓病 对不对 没有胳膊 有要劲呢 我说这不是有要劲 没有要劲 因为他要什么关注进来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不但有万臓病 破心 胳膊 我听说 如果吃很多蛋白 说腹肉的脚 我听一下 让我怕死 那一样我们来说的都不会洗 我跟他听到这个 我说你忙再煮下去了 不然你还要煮给你 人家吃呢 你觉得 幼稚啊 本来的残留量 十多倍 本来的就对了 是比丁肉残留 十多倍以上 爱情靠本来的 我们在大带回来 你看看你不用害 所以这是有够恶势的政府啊 我说我没这样也没关系 几期 几期啦 我们一年 如果准备它浸 两千万公斤啦 那把它浸进去 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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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开啦 没有多少啦 八亿十亿而已嘛 我们把买武器 四五百亿三四千亿 我们就在开啦 一年代表十亿 这两千万公斤的小鸡肉残 买进去好不好 好 大家会觉得龙蓋仙 真的讲的满有意思的 觉得很有意思的 给他一点掌声好吗 我们来刷一排掌声给 谢龙介 另外我们要谢谢好朋友 江振家的斗内 他说塔律班你再耍赖试试看 闲人民的怒火烧得不够旺 是不是的确好多人心里头 真的是一把怒火了 尤其我们最近看到高金素媒 那么好几次都站上了小站车 而且到处的去宣讲 他说民进党政府只会用喊口号来治国 喊出用爱发电的口号 但事实上明明就是用人民的肺在发电 所以高金素媒他也谈到了 他自己也受购了民进党这个政党 在12月18号要用公投 来修理这个二职的政府 你受够了没有啊 受够了 你受够这个政党了没有啊 受够了 他们只会口号治国 对不对 对 虾咪 用爱发电啊 有没有听过 用爱发电 我现在在用肺发电啊 每一年有九千个人死于肺腺癌跟肺癌 所以有九千个家庭破碎了 包工要不要审他 要 人民要不要审他 要 要审他 我们的能源要不要干净能源 要 我们要不要审钱的能源 要 尤其对高雄跟台中 这段时间火力全开啊 空气 我告诉大家 日本人最爱讲的 台湾人 我们的民进党 最爱讲的日本 刚才我们的处长已经说了 所有核能的科学的问题 我也要跟大家报告 311海啸之后 日本关了几座的核电厂 但是 三年之后 他受不了啊 动不掉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关了几个核电厂之后 他的瓦斯 天然瓦斯的发电 占了他们的 百分之四十三点多 本来 日本是顺差 顺差的国家 现在变逆差 本来可以赚钱的国家 变赔钱的国家 所以日本都没掉了 现在 重启 九个核电厂 安卷完毕的有七座核电厂 正在 新盖的有三个核电厂 这样的消息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全台的人民啊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全国的人民啊 用什么核废料放你家来恐吓 不然你是大 我怕你 我有包公在这边啦 我才不怕你啦 我真的是受不了这个政府 粉狼的政府 小微的政府 还有阿爸的政府 所以我再辛苦 全台湾跑透透 讲到喉咙破掉 讲到我倒下去 我还是要讲 加油 欢迎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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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如果不讲的话 媒体被民进党垄断了 我们根本听不到真的消息 所以我是领你们纳税钱哦 你们是我的头鸡哦 你们也是蔡英文的头鸡哦 你们也是民进党的逃杰 所以既然我们是逃杰 我们就有权利说 我们不要来做好不好 好 会不会觉得高金宿美 的确最近看到他的谈话 都讲得非常的好 我们也持续来给高金 一个鼓励一下 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看 这个最新的民调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 针对了谁最适合做 我们下一届总统所做出的民调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获得了23.3%的支持度 仅次于副总统赖清德的 25.5% 而另外还有一份 E2 Today最新的民调 如果2024总统大选 是由侯友宜跟赖清德 这两个人对决的话 侯友宜的支持度很高 是41.8% 赖清德的支持度是38.6% 这就让资深媒体人 吴子佳认为了 侯友宜现在就是唯一 会让民进党在乎的人选 民进党就怕侯友宜一个人 为什么呢 至于侯友宜他为什么会赢 是因为他非常的护国民党 他就像当初的蔡英文一样 非常的护民进党 所以不可以让侯友宜太蓝 也不可以让他太绿 就维持现在这个样子 吴子佳认为说 要维持现在这个样子 他说国民党应该要拿这个筹码 来恐吓民进党 让民进党也怕国民党 不知道大家对于吴子佳 这样的说法赞不赞同 如果你赞同的话加一 但是你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太 赞同的话我们加二 待会来看一下大家怎么看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看到新潮流开始要出手了 要冷却网军的风暴吗 还记得有一段的画面 这段画面就是林秉书 对高嘉瑜咆哮 但是这段的画面是由清律的媒体 独家的影片 很奇怪的是 通常我们跑新闻 如果有人独家影片出来之后 其他的媒体应该也可以去 要得到或者是取得 或去采访到这段影片提供的人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段影片出来之后 却是不准其他的媒体用 所以是民进党跟新潮流人士 在搞鬼吗 现在有人就说了 因为段一康跟礼仪公司 董作是好朋友 所以这段画面释出之后 是有将焦点转移到 林秉书的暴行之上 现在包含了台北市场 柯文哲他也认为说 很奇怪 林秉书现在被收押了 那么久的时间 为什么会被收押 是怕乱讲话吗 因为整个看起来 林秉书他就是一个伤害罪而已 但为什么将他收押 是不是因为 民进党现在不敢查金流 代表这内部就有问题 而且很奇怪是在 高嘉瑜被打的前一天 他上节目的时候 有三段的斗内 包含了有些人写说 高嘉瑜你自己想清楚 想不想被爆料 还写说高嘉瑜 你私人不堪的事情 想要被公开吗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高金额的 斗内写的是 高嘉瑜你自己也有违法的事宜 你要想清楚 好 现在吴子佳说 其实这个账号的词有人叫赖小姐 但是很奇怪是 简简到现在 都没有锁定要约谈 甚至也让赖小姐接受媒体访问 这到底有没有串供之余呢 整个事件真的是进行的交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